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 任內不會修訂防止賄賂條例 而適用於行政長官 不等於他沒有枉管 問責的身份 他其實真的在行政立法司法之上 如果他受到一些本地法律的過渡 當然如果我去殺了人 當然要懲治 如果過渡 在這個所謂公眾問責那裏 是受到限制 就會直接影響到他那個憲制的功能 但不是等於他沒有枉管 因為他是中央官員 大家都知道中央怎樣管中央官員 大家不需要擔心 這位行政長官員有任何那類的 貪污、不清廉的行為 中央一定看在眼裡 尤其是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 如果你聽習主席說 打貪就絕不手軟